那么受到此前强项雨的影响 安徽安庆市淮宁县石敬乡的石门湖尾 12号出现了漫滴 洪水倒灌进了围区 部分工厂和农庄被淹 目前受长江高水位顶托的影响 石门湖尾积水依然严重 对206国道通行造成一定的影响 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现在就在现场 我们马上来联系他 腾飞你好 接下来时间交给你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好的于信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 就是在206国道进入石门湖尾的道路的入口 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这片汪洋 看上去很像是一个河道 我们的蓝天救援队的船所在的位置 其实这就是原来的进入围区的唯一的通道 我们可以看一下旁边还有个白色的交通的指示牌 现在被泡在了水里 其实这一块区域应该算是整个围区地市最高的地方 现在这一块的积水还有两米深左右 那里边什么样 我们可以通过航拍来看一下 那在7月12号发生漫滴之后 应该说整个围区都是一片汪洋 现在围区积水最深的地方 依然还有三到四米这样的深度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工厂的一楼啊 现在还是看不到的 包括有很多的树木 现在我们只能看到树顶 那就我们了解 好在这个围区啊 平常只是一些工厂和庄园在 并没有老百姓住在这个围区里 所以呢 这次的这个围区受烟的情况 应该说对居民的生活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 但是在发生危险之前啊 整个围区里所有的工厂 包括农庄的人员已经全部安全转移了 但今天呢我们还是看到有蓝天救援队 他们携带船只到这里呢 主要是帮助这些工厂厂房里的一些员工 来转移一些重要的物资 比如说包括电脑啊 还有一些公司的重要的账目这些物资 所以呢 我们看到现场的这个救援人员还在忙碌 那这里要特别说的是 那整个围区里的积水 直到现在而言 两天前出现漫顶之后 到现在依然还很严重 很重要的影响 是因为受到长江的高水位的顶空影响 使得这里的积水迟迟下不去 包括我们现在所占的这个206的国道 我们可以看一下 受到这个围区的积水上涌的影响 现在206国道的辅路 依然还是积水非常严重的 包括在主路上 前两天也在积水非常重的时候 主路也一度出现了积水 现在当地已经在这个主路呢 临时加高了这个路面 所以目前主路的通行 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但是我们了解到 近期受到汛期的影响 目前整个安庆市 全市范围内有250多条 大大小小的 包括乡镇道路在内的道路 是出现了交通的中断 那此外呢 有些道路呢 是因为防洪的需要 现在也在采取 临时的交通管制 无法通行 所以我们近期要提示 如果您要在安庆出行的话 一定要提前了解路况信息 那此外呢 还有一个重要信息 那像我们所在的这个石门湖围一样 受到近期这种长江 高水域顶图的影响 目前安庆还有多个围区 都受到了洪水的这个影响 目前全市啊 都已经转移群众 是接近了5万人 那还有一个重要的信息 要告诉大家是 就在我们直播过程中 大家可以看到 天上还在不断的滴落雨滴 那根据天气预报 未来两天 安庆地区还将迎来 新一轮的强降雨 部分地区还有可能达到 大暴雨的级别 那这对于当地的防讯来说 应该说是雪上加霜 我们也在这里会随时关注 这里的情况 发挥最新的报道 余信 好的 以上是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 从前方带来的报道 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 安静式的防讯抗洪的进展